1月20号 广东社政府工作报告将全力建设好深圳先行示范区单独社段提出多项具体任务 其中 高水平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西立湖国际科教城 大运深港国际科教城等建设备受关注 大运深港国际科教城位于深圳市东部 龙岗中心城西部 西街东莞凤港 北至延龙大道 南陵水关高速和横平路 总规划面积26.29平方公里 自2013年7月纳入全市重点区域的发展版图后 这一片区整体定位与发展能级不断提升 目前这一片区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发展基础 以深圳国际大学园为核心的创新制和主建形成 以及距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等五所高校 高校学生约4万人 成功建设三个诺奖实验室 两个市级基础研究机构 23个创新平台 2021年初 龙岗区提出大力实施一新两核多支点发展战略 其中一新既指深度融合大运深港国际科教城的科研创新功能 与龙岗中心城的综合服务功能 共同打造以产学研深度融合为核心 深港合作为特色 及国际化创新测源地与现代化高品质城市综合服务中心 与一体的湾东至新 围绕这一目标 龙岗区提出了大运深港国际科教城的三重定位 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重大平台 打造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和香港青年创业的重要基地 打造高水平深圳东部中心现代化国际化城市新客厅 大运深港国际科教城地处龙岗区 龙岗区居中国工业百强区之首 除了这优势外 还拥有交通 环境 科技创新 综合服务配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公共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汪允馨 汪所长 您怎么看大运深港国际科教城的优势呢 从整个粤港大湾区的角度来说 整个科教城应该是在东岸 一个几何中心的位置 那么对于深圳都市圈来说 它未来跟这个善伟 跟核员的合作 应该它会发挥一个桥头堡的作用 目前有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北里莫斯科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等 教育和能力资源的培养优势也非常显著 龙岗是中国的这个工业百强区里面的第一 排在第一位 那么未来这些产业和科技的结合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 感谢汪总的分享 大运深港国际科教城写入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 对于深圳 对于龙岗区来说都是重大利好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充分发挥优势 努力补齐短板 最关键的是要加速科技创新资源的汇聚 包括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和创新人才 我们期待大运深港国际科教城和核套 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犀利湖国际科教城一起 为深圳大湾区乃至全国的科技创新提供更多更好的示范 接下来要做一些学会的制作 接下来要做一些签字 接下来要做一个变码 接下来要做一些换色的 接下来要做一些换色的 渐 接下来要做出一种